人來人往的花蓮市區 這棟搖搖欲墜的微柔 讓附近的居民是相當的擔心 原來這裡十年前是棉被墊 因為發生了大火 就整棟房子 都燒個金光 還波及到附近的居民 所以鄰居就告上了法院求償上千萬 現在房屋被查封了 而現任的屋主呢 想要拆除 卻卡在這邊 動彈不得 無法動工 而附近的民眾也希望縣府 可以幫幫忙 因為實在很擔心 有地震 或是強風一來 就危急到民眾的安全 怕隨時倒下 不知道哪一個倒霉的 從經過 結果砸到他是很危險 微柔閒置多年 迟迟沒人處理 原因盡視法律程序帳 通通卡關 2010年這場大火 波及十多戶人家 鄰居告上法院求償千萬 房屋因為債權遭到法院查封 任務主夫妻也相繼過世 繼承的兒子幾年來 人都在國外 想要處理 又因為房屋被扣押 種種法律問題 無法動工 一些民事訴訟上的一個問題 現在正在走一個民事訴訟的程序 那因為相關的這個房屋的 這個部分有被做一個查封保存 為了危機附近居民的安全 但遲遲得不到解放 法院已案子 還在審理 不對外回應 居民希望縣府能出面 幫忙解決 不要讓附近居民受到二次傷害